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代有报听听读 大家好 我是吴雪岚 新的一周开始了 今天我最关注的国际新闻是 德国大选选情非常娇琢 究竟鹿死谁手呢 进入今天的节目 告诉您 今后啊 德国很可能是三党联合执政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在德国历史上是50年啊 最近50年来的第一次 进入今天的国际聚焦 一起了解 首先去看香港的新报说呢 德国国会选情紧凑啊 有可能出现三党联合执政 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最近50年来啊 德国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现在基民盟 社民党呢 他们是在前两位 而且咬得非常紧 绿党说咱们可以今后一起组割 现在呢 这是及时的票站啊 出口民调说 基民盟啊 还有这个社民党 差不多支持率都是25% 但是有没有变数呢 告诉大家是存在变数的 因为今年还有40%左右的选票呢 是邮寄选票 还没到呢 所以没准最后情况怎么样啊 台湾的自由时报有关注到 德国大选有可能的 社民党有迎面 社民党就是现在的德国财长 肖尔茨他在领导着 默克尔的接班人说 我也不轻言放弃 最终鹿死水手啊 等着最后的结果 再来关注大公报 彭博社 现在德国有些富豪急了 特别怕左翼上台 左翼上台怎么办啊 就给他们加税 所以有一些德国富豪呢 赶紧就把资产转移到瑞士去了 怕今后啊 这个大量的税一交 不得了哈 再来看一下 《南华早报》以及香港01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西方国家 谈中国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了 那么在选前最后一场辩论呢 德国方面有七个党派参加 都在谈对中国的看法 那比较狠的就是这个绿党 提到中国的时候 用词是相当相当的严厉 但也有一些党派呢 在反对它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很有可能赢的这个社民党 就说还是希望今后和中国 有一种务实的关系 你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中央社啊 这台湾中央社的一个判断 说不论谁上台 新政府预期对中国更强硬 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放在今天最后的焦点评论 和您聊一下 再来关注一下 《新报》《经济日报》 这是这个周末最热的新闻 就是孟晚舟终于回家了 但是今后中美加关系 还是一种紧绷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最终的目的 其实都不是华为啊 而是中国整个高科技领域的 一个发展状态 所以呢 今后这种战术 战事再升级的可能性存在吗 当然存在 那也不要忘了 前几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了 美国的商务部长说 今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会再次对华为下手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以及英国的路透社 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方面的一个态度 他们的外长表示说 在和中国关系正常化 问题上会睁大双眼 其实加拿大和中国今后关系怎么处 我们很清楚 不取决于加拿大 他很多的时候都要看美国的颜色 所以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赢了之后 他呢就说 希望今后中加关系能够比较稳定 但是前提就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好一点 法国官方以及英国的路透社呢 孟晚舟获释之后呢 美国方面出现了一些很不高兴的声音 啊 这参议员 这是谁啊 这是受到中国政府制裁的啊 他就说 拜登政府你实在太软弱了 你怎么能够放人呢 你怎么能够向中国政府来低头呢 但是这样的声音我们知道啊 非常的不理性 而且呢 卢比奥嘛 卢比奥就是多次在涉华 问题上是大放厥词 美国之音啊 以及其他的媒体在关注到啊 现在美国政府呢 是扩充人手监测中国 这指的是美国国务院也准备弄一个专门的中国小组 我们知道啊 以前你看中情局是有中国小组的 美国五角大楼 国防部也是有专门针对中国小组的 但是这个还不够 今后国务院也要有 那其他部门今后还有呢 我们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美国现在在打压中国方面 那首先它是跨部门的 再有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香港的华早报以及德国之声 关注到呢 这是中国的一些智库 而且智库的成员啊 基本上是一些退役的将领 他们说在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根本的原因就是中美都很清楚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 那真是天大的事对国际关系冲击影响极大 所以呢 中美之间是经常进行一些互动 尤其军方之间呢 是有一些沟通的 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就被爆出嘛 当特朗普折腾的非常凶的时候 他是给中国参谋长打了电话的 就是希望不要中美之间呢擦枪走火 再来关注香港的南华早报 这是一个很独家的消息 这位是桑顿 他是中美金融园桌会议的一个联席主席 也是Barrick黄金公司现在的执行董事 他呢 聚报在八月底的时候 八月下旬就到了中国 一待就是六个星期 来干什么 他是作为一种非官方的代表 对中美关系之间有一些事情进行协调 谈到包括气候问题 新疆问题 以及今后中美之间如何恢复互动 那么呢就有消息说他这个做法就像1971年尼克松秘密访华一样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再来看美国之音共同社以及香港的信报 美日印澳啊 面对面的峰会是搞完了 之前呢 这个国家似乎都很兴奋啊 草拟了一些联合声明 目标是直指中国 其实到最后呢 他们这个联合声明还是low了一下 没敢提非常敏感的台海问题 而且呢 其实里面的一些内容呢 文字也有调整 比如说他草案写的是什么 叫反对挑战 后来呢 最终的文本用的是应对挑战 我想中间的这种差异 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的 另外呢 他们觉得自己哈 这个美日印澳啊 这个合作机制不是那么完美 但日本可以作为一种核心的平衡的要局 因为日本觉得它离中国非常之近 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别忘了 日美印澳你看 其中尤其是日本印度对中国的一些问题 它是存在温差的 最不愿意和中国明确冲突的国家是印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旺报啊 就说实话 现在有一些政客为了选举 什么话都敢说啊 什么事呢 他还真未必敢做 这河野太郎 这是本月29号日本自民党要选举 他是四个候选人之一 并且目前支持率是排在第一的 他提议日本应该考虑部署核潜艇 这话一出 我觉得国际社会得好好警惕啊 你日本应该什么呢 你是和平宪法 你应该遵循的是 核的问题上是三无 而你不能拥有 你也不能制造 你甚至也不能运进核武器 所以一个核 一个潜艇 对于日本来说都应该是高度敏感词 好 更多消息 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美国CNN香港新报都关注到啊 目前呢 在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呢 是北约和俄罗斯那边两场军演 所以差一点就擦枪走火了 美国轰炸机呢 是险些闯入俄国太平洋的领空 那俄罗斯方面立刻有战斗机升空 然后呢 鉴别最后呢 是半飞 当然最终没有宁成大货 香港的新报以及大公报 关注到啊 英国最近有困难了 这日子不好过了 圣诞的旺季马上就要到了 英国现在缺的东西可多了 尤其缺什么呀 缺这个能开大货车的司机 英国准备发5000签证还抢欧盟的司机 但是业界说太少了杯水车薪啊 新闻云啊 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哎呀 这美国也缺了 肯德基缺什么呀 缺机 无机可卖了 全球供应链是断了 然后呢 还缺纸哈 其实还缺瓶装水 所以美国一些超市里面 无论是瓶装水 还是卫生纸都进入了一个限购状态 信报纽约时报 关注到的是全球央行很有可能被迫加快收水 这是因为供应链已经断了 价格也涨了 基础利率呢 是比2019年这个疫情之前 比2020年疫情之前要低 再来关注一下明报 以及德国之声都看到了呢 英国媒体自己爆料啊 说英国准备把中国的中广核 踢出核电项目 但这不是最终的决定啊 卫报也关注到了这个消息 再来看法官网共同社 以及美国之音 我们刚才就说到了 这个月29号呢 日本自民党总裁要选了 四个人都在竞逐呢 排名目前第一的就是河野 然后呢 你看看第一轮的情况是 没有人能够获得半数票数 那怎么办 那接着在头第二轮 中国是他们都关注的一个发烧话题 韩联社以及台湾自由时报 关注到朝鲜方面 金与正啊 金正恩的妹妹 他说呢 南北朝鲜就是 朝鲜和韩国元首呢 有可能会会面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相互尊重 而且呢 金与正特别生气的 就是说 我们朝鲜发展一些自卫性的武器 你们就要批我 然后美韩军演天天搞 你们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再来看一下文汇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媒体 关注到什么 冰岛 这个国会选举呢 有一点小小的乌龙 先是说国会议会一半都选出了女议员 这可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呀 后来又重新计票了 说其实不是这样 女性还没有夺得国会的过半议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在冰岛 女性地位非常高 1980年呢 冰岛就有了第一位女总统 CNBC以及香港的信报 一个坏消息啊 美国列车 它出轨了 三死超过50人伤 台湾的旺报 以及美联社都关注到 塔利班的恐怖统治回来了 遗体高挂势众 再来看信报呢 也是和塔利班 和阿富汗有关的消息 美国女兵似乎是遭到了 阿富汗难民的袭击 路透社以及信报 关注到委内瑞拉和伊朗 通过协议呢 换啊 重油啊 宁吸油 他这个举动呢 现在美国非常生气 说你们再这样搞的话 我就加重制裁 大公报啊 还有其他的媒体 关注到的是 罗马现在也要选举了 一般来说 目前影响选举的 不是经济问题 就是疫情 罗马是什么呀 是野猪群在城市里出没 有可能会影响全局 因为目前呢 有一些这个领导 他把这个垃圾没有搞好 导致野猪上了城市的街头 德国之声 Newsweek关注到的 也和动物有关啊 澳大利亚独有的卡拉 在过去三年就减少了30% 所以澳大利亚人 现在惊呼啊 有很多的问题 火灾呀 干旱呀 包括人类的一些开采行为 都对考拉的生存构成威胁 所以今后要如何避免呢 再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 以及信报啊 我们知道德国大选 就意味着默克尔要结束 他长达16年的一个 对德国的治理了 进入大纪念世界 一起回顾一下 他的从政经历 人民日报啊 台湾的中国时报 以及香港的大公报 都关注到呢 中国国民党的选举啊 党主席的选举结束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电贺朱立伦当选 中国国民党主席啊 那么在贺电当中呢 习近平提到 两党要努力合作 为国家谋统一 为国家谋统一 这个说法呢 还是第一次出现的 那朱立伦啊 回电呢 他是重申 九二共识反台独 要求同存异 那确实 首先啊 这个朱立伦当选了 应该祝贺他 但说实话 今后的路也是不容易 这次呢 其实选出来 还是有点难的 你看看台湾旺报啊 中国时报 都在关注这个消息 那习近平称朱立伦为先生啊 很尊敬 那么学者是看好 台海稳定的 而且呢 习近平和朱立伦 这种良性的互动 会引领两岸的新方向 期待是这样哈 再来看一下 香港的新报 中国时报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 这次选出来不容易 因为出现了一个 四低问题 那包括什么呀 包括是党员啊 就是投票的党员 人数就比较低 然后投票率呢 也很低 得票率就更低了 朱立伦都没有拿到 50%的一个得票率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今后 他首先就要弥合国民党内部的团结 首先要把支持张亚中的那些选民党员给他争取过来 所以现在学者就说呢 蓝营路线之争呢 其实是加深了他们党内的一个分裂 大公报 人民日报 关注到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 致了贺信 内容是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造福全球 这个一点没错 因为中国现在数字经济 绝对在全球处在一个领军的地位 我们再来关注刘鹤啊 他是也是在这个会上 他有几个强调 我觉得内容也很重要 香港的经济日报就关注到了 现在呢 中国内内的经济总体稳定 有能力来管控风险 那他也是在挺互联网数字经济 月内啊 他已经是三度在撑民企 这都发挥出 这都传递出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号 所以呢 要保公平静周 实现包容性的增长 再来关注明报以及星岛日报啊 还是世界互联网大会方面的消息 马斯克 特斯拉的CEO 他就说什么呀 他数据全放在中国 而且呢 他是称赞中国 保证继续投资扩张 这是聪明的做法呀 我相信中国的这个市场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再来关注一下明报的消息啊 我们刚才说数字经济 中国现在引领全球 广州就看好了这个商机发展直播电商 哎呀 有很多重点措施就出来了 包括你看他要建立直播电商行业的智库啊 打造直播电商产业群等等 还要培养直播电商人才 哎呀 现在真的是电商领域啊 五花八门 大家只要有才华都可以去来享受这些好的政策 大家关注人民网 哎 现在这个有一些省市在停电 大家都很担心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和这个能耗双控有关系呢 没关系 这个锅呀 能耗双控 他可不能去背不背 为什么呀 从2015年我们国家都在就已经开始搞这个能耗双控 那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才停电呢 所以这就是某一些地方政府 他是懒政 他搞啥 他搞一刀切 他搞运动式的停电 对吧 所以今后啊 赶紧整治一下 就是没有通知 然后突然之间也不知道停电到什么时候 让老百姓生活非常不方便的这种事 停下来啊 这是澎湃 香港01以及狭克岛都在关注的新闻 明报啊 同样也是经济日报都是和这个能耗双控有关系的 广东提倡什么呢 冷气不要低于26度 那么三楼以下 您就活动活动吧 就别走电梯了 别用电梯了 党政机关呢 带头来接能 再来看人民网香港01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关于虚拟货币被监管的消息 中国的监管的监管的这个箭头指向了境外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央行重磅发生 比特币还有其他的一些虚拟货币你都不能作为法定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 所以呢 火币全球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虚拟货币的网站 已经停止注册中国的新用户 这应该是中国内地香港方面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那据报呢一小时之内有2.2万亿的比特币把它转出了 新京报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第八轮巡视针对25家金融单位 那查什么呀 四个方面主要是这个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一些法规啊 条例方面看有没有人去准备啊 这个逃或者说准备是偷偷的干点错事 不行不行 一定要管住他们 好了 更多的消息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再来看一下恒大的消息啊 上周一直都在关注 英国的金融时报信报都说 恒大美元债的持有人说到期了 但是没发现他们付利息 今后怎么样啊 关注一阵子吧 还有多地政府呢是专户托管恒大资金 再来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人民网 以及台湾的旺报 北京是发布了新疆白皮书里面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是外媒不断指责我们的 那就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呢 是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 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新疆人口 无论是增速还是增量 那在内地呢 都是排在前列的 香港的经济日报 明报以及文汇报 关注到的事情呢 哇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快点搞好吧 现在啊 香港方面已经专家 包括呢 港府的工作人员到深圳 和这个韩正等人谈什么呀 就是快通关吧 内地的专家呢 对于香港清零 本土清零表示肯定 但是今后通关 还有三大条件 一个是清零 一个是接种率 再有就是健康码 新报等媒体 关注到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数 排名是跃居第三了 比上次要好一些 大公报文汇报 关注到啊 全运会今晚闭幕 现在呢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正在那里看 而且她还表达出一种 非常衷心的期待 那就是下届全运会 不是在预港澳大湾去办吗 那希望香港能够 争办更多的赛事 文汇报大公报 明报关注到的是 明天要发生的一个重大消息 那就是珠海航展延期一年之后 明天要开幕了 有很多很牛的东西呢 都要亮相了 你看看彩虹家族 天猛将 配重箭反坦克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军迷朋友 你们的盛宴明天开场 腾讯以及香港的明报 关注到的事情 以后最好不要发生了 因为安徽富阳在古城遗址 在保护的过程当中 开发的过程当中 竟然用了什么大型机械来挖掘 影响非常恶劣 而且呢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长期不在港 这个人查一查吧 再来看一下新岛日报 嗯 现在呢 网红经济这个不断的崛起 刚才我就说了哈 只要有本事 什么人都能够去带货 去直播 就导致有一些美女 觉得自己不够美 要去整容 其实大家评的是真本事 那么整容后果呢 有很多人丧命 有很多人受伤 所以内地医美业 现在他们被二次整容了 要对他们进行行业的规范 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记住 美不是一切 实力才是一切 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 非常有实力的 16年领导德国政团的谁啊 默克尔 那么在后默克尔时代 德国会怎么样 欧洲会怎么样 我们进入今天的焦点评论 纽约时报都关注到 在后默克尔时代 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你比如说 德国恐怕不会再有一个 可以执政16年的总理了 那么默克尔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 今后他的接班人 还能把这个务实风推行下去吗 我想这对于德国的未来 以及欧洲的未来呢 可能都是一个问号 那举个例子 现在啊 美国其实对欧洲 还给了很大的压力 在外交方面 希望欧洲呢 你们要什么 外交战略的自主 还是跟着我吧 但是德国也好 欧洲也好 他需要的是什么 是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才是欧洲的 一个核心价值观 可是放眼欧洲各国 再也没有一个 像默克尔一样 如此有资历 如此有这种 身家非常厚的感觉 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 现在非常的努力 那明年呢 法国也是欧盟 轮值主席国 可他确实还是年轻了一点 那么接默克尔班的 无论是肖尔茨 还是拉舍特 或者是一个联合政府 其实呢 如果联合政府啊 在自己 德国内部的一些事情 可能都要互相掣肘 互相呢 给个台阶 那一致对外的时候 那恐怕 务实也不是那么好做到 再有就是 协调德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的步伐 也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啊 后默克尔时代 德国欧洲 怎么前行 那还得慢慢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我继续为您 有报天天读 掏判过